晚上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全球新聞 今天是4月25號 17年前 在中國的法輪功425上訪 開啟了以平和的方式 爭取信仰自由的堅韌歷程 17年後 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 法輪功學員舉辦的紀念425遊行集會 獲得各界廣泛支持 同時 法辦迫害元凶江澤民的呼聲日益高漲 法輪功42517周年反迫害 以聲援2.3億人三聚集會 中午在北角英皇道遊樂場舉行 多位民主人士到場聲援 也在進化著這個社會暴力 自私 邪惡的污濁之氣 江澤民用機器殘暴的手段 對和平示威進行鎮壓 如果能逮捕他 並把他送到法庭 做這種行為或者推動這種行為的人 在歷史上要記他一功 雖然龐陀大義 但法門工學員仍然鬧與集會和遊行 他們在風雨中展現的風貌以及清晰的訴求 吸引不少大門遊客 我喜歡香港的自由 第一次遇到左地的 那你今天感受怎麼樣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很光明正大的樣子就出來了 是這樣的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很震撼呢 有一點吧 周日下午 台北近簽名法輪功學員齊聚 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廣場 我們共同嚴厲譴責江澤民 作為全球首例高雄市議會提案聲援 控告江澤民的發起人 高雄市議員陳莉娜 今天也特地來台北 支持425和平上訪紀念日 我們期待就是所有的人類都可以獲得平等的人權 那今年台北也要做出提案 也期待他們能夠順利的通過 在奧克蘭市中心奧特爾廣場上 一邊是寧靜祥和的功法演示 一邊是殘酷的酷刑展示 如此強烈的對比 讓當地民眾紛紛駐足詢問 紛紛簽名聲援 要求中共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儘管現在悉尼的傍晚有些寒冷 法輪功學員們依然寧靜祥和地坐在這裡 燭光紀念 受到悉尼民眾的關注和支持 17年來 面對由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發起的殘酷迫害 一萬法輪功學員頂著巨大壓力 始終堅守著對真善忍的信仰 他們這個迫害的過程當中 是有的地方都是用人類語言都沒法形容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應該死掉了 不可以去放棄自己的信仰 我們就靜靜地站著 希望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個時候呢 北京的那些行人呢 就衝我們從那兒過的 騎電營車騎摩托的 就衝我們白手說 那個北京歡迎你們 北京人歡迎你們就這樣 當時我們也感到很榮耀站在那裡面 我們就是說的堅持不懈 什麼時候不停止迫害 我們絕對要 把這個事情要做到底的 一定要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對呀 當時尼人會有最好 我請你親自拍到 沒有聽你 好 沒有人 我可以說 我們來